我的作品你远看它 它像是一个抽象的色彩斑斓的悬 近看它的时候它其实是层层叠叠的 我是先画了几十遍的抽象画 把它叠加起来 最后再用刀把这颜色刻出来 所以它呈现出一种彩色的浅浮雕的那种感觉 我是出生在吉林 十几岁来了北京 09年毕业于中央美院 之后就是一直从事职业艺术家 我认为艺术家就是上帝的一支笔 它在用灵感给世人传达一些启示 今天的艺术没有必要过度地去重复 我们肉眼看到的三维空间的人和事 我觉得应该更侧重于精神部分 更侧重于内心 我现在的这个系列的作品 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 我去感受光它的色彩 因为我们地球所有的能量来自于太阳 所以我的色彩我把它也称为是能量的色彩 然后每一天我去感觉那个光温度等等这些反馈给我的一种色彩 我会把它画成一张抽象画 第二天我再去感觉 再去把第一天的覆盖 这样就是层层叠叠 下一天的覆盖前一天的 其实也像我们的人生 就是你的今天覆盖你的昨天 你的昨天覆盖前天 我觉得这个都是统一的 这个圆的这种的就是叫史迹之轮回 我自己去感觉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宇宙空间的那种感觉 所有的那种组成机体的那种点线面 都在积极地去寻找那个生的那扇门 寻找那个出口 我觉得它这种过程既像生命诞生的过程 又像是我们人去开悟的那样的一个过程 下一个系列其实是根据史迹之轮回而衍生出来 就叫天眼 其实里边那个圆还是这个大圆盘 然后外边加了一个菱形的框 就是它就有点像我们人的眼睛 其实是把人的意识主动性去加进去了 它竖着呢就像神的眼 横着像人的眼 我觉得人眼看现象 神眼观真相 其实影射到看艺术作品是一样的 是你用眼还是用心去观看的区别 里边有一个无限大的符号的那个系列 叫无限与永生 那英文就直接用的这个符号 因为这个符号 它跟我这个玄也相关 它是一个连续的玄 然后在数学里 它有一个无限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量子力学 有一种永生这样的一个概念 佛家里叫无休止的时间 大概20岁到30岁期间 我做的那个作品 就全部是黑白的 我当时是木刻的那种 就是黑白对抗的那种作品 因为我觉得是那个年龄段 你在与这个社会 或者是在与世俗 在对抗 在纠结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那经历了那个过程之后 我觉得自己是开悟了 然后不再纠结于人世间的一些状态上边 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创作作品 我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 它其实是思考和探讨的艺术 那同样我也希望我的作品 它是开悟的一扇门 也能够给人带来更多的思考